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神中课 遇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8月21日,主角是马拉基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解《夜王话的使者》 马拉基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个先知 他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的作者 这个书卷以他的名字命名 先知马拉基要百姓专注在灵命问题 百姓之中有很多人从巴比伦流亡后回国 这些问题包括祭司的败坏 圣殿的敬拜方式以及个人的犯罪 马拉基直言不韦 例如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里 他指责人民抢劫属于上帝之物 百姓回答 我们在何事上奪取你的公民呢? 马拉基代表上帝答复 他们抢劫上帝的方式是收取属于他的东西 并占为己有 马拉基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没有缴纳十一和乐意娟 被那些负责管理圣殿和其服务的人 马拉基的呼吁在各个时代都有回响 并且始终息息相关 曼君之耶和华 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就说 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年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用 自马拉基时代以来 各地的人都经历过上帝 如何顺手乐言的见证 他们发现上帝确实愿意闯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于他们 你是否忠心缴纳十一奉献和乐意娟 如果无 这样如今为时未晚 要记住 上帝如今也在这里跟你说 以此试试我 现在让我们一同讨告 主啊 请帮助我 终神缴纳我的十一奉献和乐意娟 以便我能够体会到你的恩惠 如果想详细了解马拉基 可以延伸阅读马拉基书传书 今天的人物介绍就到这里 明天会继续和你们分享 另一位圣经名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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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